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路的宝贝 在中国考古史上有许多经事的发现 其中有些是考古学家有目的发掘的 也有一些是配合基本建设发现的 还有一些是偶然的机遇发现的 那么叶王国建建设是怎么发现的 请大家随我穿越时空到1965年考古发掘工地 了解他的发现情况 胡广书 天下族 湖北江汉平原 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重要粮仓 为了确保汉道保守 1965年荆州地委决定在张河水库修建第二条 干渠以灌溉清门中墙江陵山县的农田 为了配合这个工程 领道派我和两位同事到这个渠道进行调查 调查完了以后 我们很快回到湖北省在荆州地江陵工作站 向领道汇报 由于二干七开工在即 领道又派我和四位同志到沙种墓地进行考古发掘 沙种墓地有四座墓葬 三座小型墓 一座中型墓葬 中型墓葬就是沙种一号墓 它的长是九米多 但是当年在湖北还没发现这么大的墓葬 是湖北发现的第一座比较规模大的墓葬 沙种墓地发掘完以后 我跟两位同志到了望山一号墓发掘 望山一号墓在楚都济南城的西北七公里的地方 它在起到了正中间 这座墓葬也有风土堆 我们经过认真地看探 发现这座墓墓口是长方形 长度达到16米1 宽13米5 这在当时是湖北是认为是大墓 当然现在看起来只是个中型墓葬 我觉得我们三个人是很难完成这个论路的 马上回到工作站向领导汇报 当时在工作站里面是我们博物馆历史文物工作队队长 谭博士先生 谭博士先生听了以后 哎呀 这不得了 这是湖北的大墓 非常激动 马上拿起电话来就跟湖北省博物馆的领导汇报这个情况 希望你馆里面马上派摄影师 废图的跟文物保护的专业的人赶到工地 又从江津工作站几个工地里面戳掉了一年 当时我们的工地已经加到十几个人 而且他还亲自到工地来看 就在旧近的望山小鞋跟小鞋教师 同一个教师作为临时库房 然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发掘 这座墓葬它的封土堆 它是沙黄土做的 而且美国夯城是50公分 不是周围的堂里面挖的泥来形成的 而是当年有意思的人工驻造的 清完了封土堆以后 开始清理墓口 墓口里面是一层五花土 什么叫五花土呢 就五花拔文理 这叫五花土 就是涂得非常杂湿 但是储墓色比较偏黄一点 如果是汗墓就色比较 和会色一些 所以这样子我们一看 这是个储墓没问题 往下挖 挖到一米八的时候 五花土完了 发现了第二层土 那么就是青灰泥 这种图是自然的青灰泥印过来填上去的 挖了以后快到结构板的时候 一层白糕泥 非常细腻 非常密封性能非常好的一种图 这种图的话是人工讨喜过的 非常有连性 有白糕泥的话 在储墓发发街报告 几千座门里面 能公布有白糕泥的是为数极少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应该更认真更细致才能够发现 大家里面看了又非常激动 哎呀 这座门蜜蜂这么好又没被盗 口龙里面的东西不仅多而且是保存很好 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好兆头 清完了墨坑的填土 整个墨藏它是由五级的深入台阶从墨口 逐步往里面说书 这五级台阶的话 咱们大家看报告里面 都是觉得储墓怎么五个台阶 中原地区就没有就逼之下来 这因为储地的话土质不好 容易崩塌 这是储人采取一个防护 安全措施一个几措 这就是他为什么这么做 而且墨藏越大墨口越大 它的台阶相对又多一些 它就逐步放下来免得崩塌 清完了这些填土以后 在露出的构石 构石上面摆着山床珠西 山床珠西开始我们一看 这珠西不简单了 灭青是立舍底 灭黄是淡黄色的 就像心里朱西一样子 我们正在议论的时候 它接触空气以后 变成黑灰色了 哎呀我紧张了 因为沙种一号木 朱西也是这样子 变成灰黑色 然后变成一团灰 起都起不上来 过来一时看没变化 我索一摸还是质地很好 后来我们就把它起走了 起到临时库房里面保管起来 接着朱西后露出构嘎板 我们也仔细地清理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构嘎板两块之间都有三道刻痕 而最西边的 就是墨道在东边 最西边那边的一块 是只有 它的中心有一个刻痕 那么接着下来 都是能够成放射性的三条刻痕 当时我们想 这个木 构嘎板是先在墨坑上面 为了使构嘎板 拼接得比较严密 所以在上面先做了记号 然后在墨坑里面 按照记号把它排列起来 出现这个情况 南北两边的 构嘎板它是称之不齐理 你看这一块是这样子 这一块是这样子 长短是不齐理 它为了使这 缝啊接得比较紧密 目前为止 苏维楚墨里面 没有发现这个情况 我们把构嘎板起完以后 露出构石 构石整够由三个石组成 靠近 墨道这边叫头香 在南边那边有个边香 在北边这边有个关石 而且这三个石上面还有个顶板 就像我们现在装修房子有个天花板的样子 考古上叫做顶板 顶板上面 关石跟边香同样有这种拼接的刀客的痕迹 大家想 哎呀这个墨藏啊 构筑这么精心 这个墨主人啊 肯定不是一般 而且这也是个好兆头 大家那边很高兴 但是你截开顶板一看 墨坑里面满满的水 那我们呢先把水提完 提完水以后看到边香跟陀香的气污 至少有三层 叠下都三层 因为由于当时是严冬季节 又下过大雪 所以大家很害怕这个拖延时间 当时领导决定分两个组进行清理 由郭德维跟陈树先生清理边香 我跟杨丁爱先生两个人清理头香 我到头香一看 怎么在头香啊 南北两侧有个阁楼 说阁楼大家就知道 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房间里面有个阁楼吗 中间空道靠两边 有两块板子各层组成的 然后底下插个销 这个板子不都起来了吗 那么在北戈楼里面是放了个大气岸 在南戈楼是放了一个长兵器 像铜鸽这类的东西 而且铜鸽保存得非常完好 连绑的绳子都在 长度一米多 这种鸽的话 我们就先把它清理 然后在楼板下面的话 是一大批的青铜器 有铜顶铜壶这些东西都在 当时我们很兴奋 周末东西保存真的好 就想说你在这个铜器里面 你看看有没有明文 你拿一件铜器出来 里里外的桥 很释放 铜器很不错 就是没有明文 那么正在大家很感遗憾的时候 我们在一个青木的文书盒里面 发现了有一件铜架刻刀 它上面有个王子 名文 想说你留位王子的名文 不仅是心理上一个安慰 而且也是给我们一个信号 这王子不是一般人所随便能用的 可能这个墓主是非同幻想的人 1965年 刚刚从北京大学历史考古专业 毕业一年的陈振玉 虽然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但多次的古墓发掘经验告诉他 王山一号墓是一座楚国的贵族墓葬 至于墓主是谁 还需要继续探究才能做出判断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 湖北的考古发掘 还没有发现过像望山一号墓 这么大的墓葬 这让陈振玉和他的同事们非常惊喜 他们特别希望能从这个墓葬中 发掘出有价值的东西 所以每每有新的情况出现 陈振玉老师都是一阵惊喜 那么这个带有王子的名文 会不会表明这个墓主人 是一个身份高贵的人呢 陈振玉老师 他们的推想正确吗 在墓葬的边乡里 他们还会经历出哪些 让人眼前一亮的文物来呢 请继续收看 百家讲坛系列节目 镇馆之宝之 遗漏的宝贝 头乡啊 基本上我们清理完了以后 我在来谈边乡的清理 在靠近边乡的东头 也就是头乡这个位置 一件什么呢 虎咒鸟架骨 正靠在中间 这是组过一种特殊有的一种业器 底下是两只老虎背向鸟 上面一只蜂鸟 鸟吧 背向鸟的中间 挂着一个骨在里面 所以它是虎咒鸟架鲜骨 那么这一件 起出来的话 鸟腿已经断了 鸟身没有站立在虎咒上面的话 但是我们起出来 这件非常高大 过去虽然我们在戈壁市 发现过虎咒鸟架骨 但是比较小 这一件非常高大 而且彩绘画纹非常好 它身上鸟还有蚁毛纹 虎有虎斑纹 虎咒鸟架骨是什么样子 就是两个老虎 它背靠背 它尾部是相连的 与蚀相连 这鸟也是尾部 鸟尾相连 那么站在这个虎的上面 这鸟雕刻的话 有点像凤凰 也有一些像鹿丝 各种各样 所以或者为什么我们把它用鸟 把它笼统地盖刮 大家知道 听凤鸣而别是而离 它是跟音乐有关 那么有些你虎斗鸟架骨这个鸟的话 它像鹿丝 鹿丝是骨经 历代你 做骨的时候都把鹿丝放在上面 所以应该是它是跟音乐相关的 那么这种虎斗鸟架骨现在我初步统计了一下子 几十件 超过五十件 那么都出于贵族墨障 一般的庶民的墨障是绝对见不到的 所以它这是一种楚国特有的一种乐器 而且是贵族身份的一种象征 在当时战狗时期 虽然是以中庆作为主要的一种乐器 但是骨还是少不了 因为它的骨的声音跟那个不一样 这一件的话 不是旺山一号墨的原件做的模型 而是另外一件所做的模型 只是我告诉它什么叫虎斗鸟架骨 边箱主要放了很多器木器 又有很多藏兵器 比方熟 产断的话都接近三米 两米七八 这么个情况 它在真正的长度可能在三米左右 这种藏兵器主要是在车站的时候 所用的兵器 大家看见 在头乡有这么多兵器 在边乡又出这么多兵器 这位墨主人很可能是楚国一个将军 考古工地发现过什么情况 大家都议论开 大家都互相讨论 这个墨主是谁啊 到底怎么样子啊 这是什么样的人啊 这很可能是个将军 在靠近北边的时候还发现了一批竹检 由于竹检当时水的浮动跟气物的跌压都比较产乱 整个认真地清理完以后 你把渣子全部拉回到室内 仔细清理 小小的一个段的竹检的产片 我们都把它收集起来 为以后的拼接研究做了前期的工作 所以边乡虽然出了很多东西 但是我不一一地讲 那么由于头乡清理比较快 所以清理完了以后边乡还在清理 我跟杨丁就转到官司里面来清理了 我们揭开顶板一看 这棺啊 很奇怪啊 长方形的棺 它的板子啊不是一整块 过去我发现了外观都是一整块的 它是几个小的木板拼成的 而且小木板之间用什么构筑呢 用西卯钉这样这是个棺的外板 它这里一个西卯钉把它焊倒 这边西卯钉焊倒 这两块在这里 它再凑开来换来的话 把两个啊 这个粘成一片 成为一个整板 我们再看的话 四个棺板都是这样子做的 这在过去没见过 就是到现在为止 发现了将近一万座的储木 这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例子 用这种构筑的办法 大家觉得 哎呀 也觉得这个墨主啊 非同一般啊 揭开了这个外观以后 看到一个弧形的关 就是兔弧形的关 就是它盖子是弧形的 它两个侧板也是弧形的 这种纵棺 我在撒种一号墨的时候 发现它的外观就是这个形状 当时我跟杨定爱就讲 我说 哎呀 又发现图弧形的关 这恐怕里面还有一层内关 关盖一揭 揭开了说 我跟杨定爱两个人傻了 怎么没内关呢 一个墨主 它里是养生之之躺在关内 头朝着墨到这边 也就向东这个方向 养生之之 而且我们少是清理的话 很清楚 它头的左车 也就南边 有一个很大的球 仔细一看 就是挫金银铁带锅 大型的挫金铁带锅 这么大的一个铁带锅 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的话 所有的带锅之最 而且是 之最是两个方面 第一是它最大 第二个它是最精美 可以说是一级文物是毫无问题 在墨主里 右手边 一把弓 青木弓 四支长的剑 这么长 那个剑杆都还在 在那左手边 一把青铜剑 一把铜鞋 都插在窍里面 当时我们就很奇怪 说这个墨主的话 它应该是个将军 有剑这 有武器这很正常 为什么要把一个铜鞋放在领院里 大家可能知道 我们现在所说的文皇四宝 毫无子宴 称为文皇四宝 这个时期的文皇是五宝 为什么说它是五宝 笔 笔 这现在在战国时期我们发现了很多毛笔了 是吧 笔 在江宁酒店 也是我主持的墨地里面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笔 或者我在银梦室有地的群墨里面也发现了什么 燕台 是吧 那么燕台当时比较简陋 就一般的石头 纸是什么呢 它当时没有发明纸 就是木头边的 就这种用竹子或者是木头 窄里叫简 宽裕叫堵 空白里 就是等于现在的纸一样的 写在这上面 还有一样什么东西呢 就是修刀 为什么修刀说是你 当时如果是在用毛笔写字 写错了字怎么办呢 用修刀把它刮掉 重写 这我在1972年发现 银梦大奔头西汉墨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木头上面 就有刮掉重写 或者刮掉不写的这种情况 所以大家知道 把古代的半文书的官员 称为刀笔利 为什么呢 这就是由来一次 就是刀 就是所说的修刀这个刀 所以刀笔利的由来出一次 这是不是暗示 这主人话 是个人文人武的一个人 通过他心爱的东西 把它摆在里面 象征着 我不仅是个武将 我还是人文的 这个人的话 到底是谁呢 下一集我再来说 这个木头 做解研究后是什么 这个木头到底是谁 在陈振玉老师看来 考古学的最大魅力就在于 真相就在你眼前 看你如何去破解它 就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 考古人员必须具备 各方面的综合素质 才能一步一步接近真相 案情是非常复杂的 稍有闪失 真相就可能离你而去 随着清理工作的继续 天气越来越冷 但这丝毫没有降低 他们发掘的热情 就在这时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让陈振玉和他的同事们 一下子又激动了起来 请继续收看 百家奖谈系列节目 镇馆之宝之 遗漏的宝贝 因为当时啊 感觉啊 冬天很冷的话 前头三把剑扒开啊 都没有字 所以这一把剑的话 当时我就说你不扒了 反正都是没什么字的 咱们啊 一起啊 连那个器物品啊 运回到仁师库房去了 我们就继续清理 在尸体下面的话 都有些啊 衣器啊 这些东西啊 服饰品 配在这个棺里面 清理完以后 那你 第二天上午 我们在清理 清理朱熙的时候 也是库房的人啊 就来跟我讲 老陈 你昨天拿拿把剑了 很精美 有八个字啊 我说有八个字啊 这湖北当时 还没有在剑上 发现有明文的这个情况 所以很激动 也很兴奋 我说杨帝外走 我们赶快到库房看去 一看 这个字的话 有些字认得 有些不认得 因为我在北大 读书的时候 我们的古文字的教师 是高明先生 他讲过鸟丛书 我一看 跟无约地区的鸟丛书很像 但是你有些字有认得 有些字有不认得 你像啊 叶王的王子 如果把上面两个鸟 一遮 一看 这王子好无问题 字作用件 这几个字的话 都比较好认啊 但是有些最不认得 赶快把这个情况 告诉当时啊 在我们工地 担任顾问的 时任湖北人民政府 文物保护委员会 副主任 方壮游老先生 跟啊我们的队长 谭威士 汇报 然后又啊 到边厢去跟郭德伟 跟陈述讲 哎 发现了 箭上有明文了 大家一用耳上 赶快 还飞快地跑到 林斯库房 经过了 大家仔细地辩论 认出了六个字 叶王 后头两个字不认得 自作用件 这六个字 这另外两个字 什么字呢 大家都明白 后头两个字 应该是叶王的名字 到底谁呢 方壮游先生 因为他是留学 日本跟法国的 而且曾经当过 我们湖北省文化局的局长 就当过文化局的一把手 也是武汉大县的教授 他就说 这两个字是稍滑 他就认为 这两个字是这样子 那么同时认为 这个墨就是叶王墨 但是大家不同意啊 搞靠人说 这出来的东西 都是储的东西啊 不是叶国的东西啊 怎么是叶王墨呢 不太对 所以争论不休的话 后来就 方老就说了一句话 说这样子吧 你们你 赶快把 剑 照相 明文 做图片 林某 我你来跟郭摩洛 等先生写信 所以 他你就把他 这个 他的看法 然后跟这些 照片 图片 某本 一起寄个 郭摩洛 唐南 陈孟佳 夏乃 苏丙齐 宜 这两个字是 郭健 纠浅 也就是 郭健 后来你 八号 跟十号 考古所的 陈孟佳先生 月血信 回来说 这两个字 就是纠浅 也就是 郭健 这两个 先生都说了 后来你 考古所的 所长 夏乃先生 也 来了两次 信 分别说了 这两个字 应该是 这已经 问题解决了 但从 考古学的 角度来看 这把 健 出现 只能说 这么末的 年代的上限 最多是 战国早期 不可能是 更早 他的年代的问题 必须通过 墓中出现的 同气 陶纪 进行研究 来确定 他具体的年代 是什么时候 这个已经 谈得非常明确 而且他还同意 陈文佳的看法 陈文佳后来 第三封信的话 就专门说了 这个墓 不是叶王墓 在江陵 发现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 楚王族的墓葬 或者楚国贵族的墓葬 时代在 战国早期 这个东西 很明确地下来了 过些时 很多专家都回了信 总共回了四十几封信 这复印件 我那里都保存有 桑成座先生 一生五先生 一生五是 吉林大学的 桑成座是 中山大学的 这些先生们就 说 确定这两个字 是国贵 在考古中 明文是判定 墓主身份 年代等最重要的信息 当时著名的历史 考古文字专家 都认定 这把剑上的 月王后面两个字 是勾剑 方壮尤老先生 把各方面专家的回信 做了整理以后 他放弃昭华 这个看法 也认为 这是勾剑 同时 方老又重新 把照片放大 于二月十号 给郭墨若先生 写了一封信 听取 郭老的看法 很快 郭墨若 在他的回信中 明确地说 月王剑 细审 却是勾剑之剑 这样 可谓一锤定音 一场关于 勾剑剑名文的 盛大笔会 终于落下了帷幕 也就是说 这把剑的主人 就是勾剑 青铜剑 在古代冷兵器时代 是一种重要的武器 那么我国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铸造青铜剑的 它的发展历程 又是怎样的呢 根据史记 皇帝本纪的记载 皇帝曾经在山上采了铜 而且铸造了青铜剑 如果依照史记的这种记载 应该说在皇帝时期 就应该有青铜剑了 但是现在我们在 前国的考古发掘当中 没见到史前 皇帝这个时期的一个青铜剑 也就是说你 这是不是皇帝时期 已经有青铜剑 有待今后考古的发现 才能证实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内蒙古的考古学者 在朱开国这一带 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 其中也不少 三代晚期的青铜剑 这种剑一般都比较短 它的长度都是二十几公分 不超过三十公分 那么这就是我们 三代晚期的中国北方 绿型的青铜短剑 西州早期 在西州王朝的江一里面 在甘肃的白草坡 陕西的宝鸡 朱元戈 卢家庄 长安的张家坡 这个北京的黄县流利河 跟昌平白湖 还有荷兰的平顶山 湖北的叶家山 都发现了西州早期的青铜剑 这种剑的形状 像柳约形一样子 所以大家称它为柳约形剑 这种剑也是比较短 一般不超过三十公分 那么它的剑的 靶子这个位置 移构到两个孔 这样子在包上木头 外头包上木头 做一把柄 来人业用 这时期的有 很多地方的剑 还发现了有剑鞘 这个剑鞘是木头做的 外头包了柏铜片 还有两边有提尔 这个非常精美 西州晚期到春秋早期 在荷兰的上村岭 果果墓地 发现了一种剑 差不多接近四十公分 三十九公分多的话 那么它这种什么剑呢 它的剑极 就中心这个剑极 这个位置 跟了这个剑坝 是个研柱形的 所以大家称为它为 极柱剑 就是伎梁的极 极柱剑 这种剑的话 就是它的长度变长了 说明它当时的 这个野猪的工艺发展 同地提炼纯度更强了 这时期 不管是商代 或者西州 包括到春秋早期 这类剑的话 都比较短 当时中国的 这个战争的话 他们互相的攻战 都盛行于车战 车战主要是用长兵器 割毛 脊 这个树 这类东西的话 作为长兵器 这是主要的兵器 而剑并不是 作为主要的兵器 所以 它只是用次要的兵器 那么这些兵器的话 又都出现在 贵族墓当中 少数的贵族墓当中 所以说 这种兵器 应该是 贵族的 黄身的武器 它的功能应该是这样子 当时有没有 著名的剑坑呢 无业村区里面 记载了一个剑客的故事 在叶果 那就是叶女与 阎公的故事 这可能大家都听说了 在叶果的南山 这个深山老林里面 有一个处女 自幼就非常喜欢 研究剑书 这个处女的话 武艺高强 叶王国建知道以后 派施者去请她 处女在赴王公途中 碰到一个老人 这个老人自称为阎公 就阎世凯的阎 这个老人就说 我很想看看 你的武艺到底怎么样子 处女就说 可以啊 好 阎公就就近的话 拔起猪杆子 猪杆子上面一段 这个已经枯萎了 一拔的话 这骚子就掉到地下 处女飞几点 上去把它捡起来 然后阎公就连刺她三下 她都躲过去了 结果处女马上 拿起那猪箱子 啪一下刺她 阎公啊 砰 飞起来 跳到树上去了 变成一只白岩 传说有点带神话色彩 就是说当时你 武林里面有很多高手 很多剑客出现了 那么她在 到了王贡以后 郭剑就问她 你的剑术怎么样子 她就谈了很多大道理 就说了说是阴阳啊 什么东西啊 谈了很多贤夫的道理来 最后就说 如果你用我的剑术 扣一个人 抵挡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扣抵挡一万个人 这一下子啊 郭剑高兴了 因为她要复兴嘛 就是觉得 哎 这好 就马上命令 各个部队的 部队长 队长 来跟她携 同时问她 你有什么名字 她说没有 她只有就没什么名字 大家就要处理 她说 那我赐给你个名字 叫叶宁 这叶宁啊 跟阎公的故事 是这么来的 当时这些剑的话 不仅仅是那个 而且配剑 未然成风 楚庄王的时候 他派一个使者到宋国去 宋国人把他杀了 他一听说 在寝宫里听说 呼吸而起 跑着过去准备 亲自带部队 去攻打宋国 结果 他的私从的话 赶快捧着鞋跟剑 追赶他 在寝宫门内 才穿上鞋 在寝宫门外 才配上剑 到寝宫才登上车 就说明当时 王是这样子 吴吉子挂剑 那是吴国的贵族人 配剑 这个情况就不多说了 是吧 还有很多 这个士这一级的话 都配着剑 表示身份 所以配剑未然成风 这是在当时社会 是非常多的情况 我们再谈谈 他的铸造 在考工纪的陶氏为剑这一节当中 是详细地记载了剑的铸造方法 而且考工纪也记载了做各种器物 包括剑 它的成分 这是当时筑建工艺的一个总结 现在的人们在进一步的研究 当时春秋时期里 诸剑有一种新工艺 叫附和工艺 这是上海 台北故宫博物院 他们根据现在的一些剑 做了一些研究 也就是说你 它怎么铸造你 先是把剑机这部分 做的寒通量比较高 因为剑是直刺的一个兵器 不是砍的 所以要保持它一定的硬度 跟强度 所以把这个剑机里面先做 寒通量比较高 然后再第二次做 这个剑身跟剑韧这个地方 寒息比较高 这样比较锋利 这样子叫做护和工艺 大家如果有兴趣 会看看他们研究文章 当然考工界也说了 为什么无业这个地方 我们开始也讲了 无业的剑最出名的 到底什么原因 我想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它的地理环境 地气所在 其他地方没有这种地气 考工界民间 把这个无业的东西 迁到其他地方去 就不可能这样子了 也就是说它的地气 地理环境 有关系 第二 它的铜矿可能比较好 因为知道铜矿 没有很多杂质 你要是经过冶炼技术到位的时候 很难把杂质除掉 如果它铜矿比较好 它杂质相对少一点 所以它的明鉴 跟这个东西有关 当然你 由于这两个原因 所以出了很多的 有名的铜矿大师 所以当时的 无业第七又叫做 宝剑之乡 文明天下 谈到无业是宝剑之乡 我们现在所发现的 无业的 带有王的名字的剑 到底有多少 我初步统计一下 可能接近六十把 其中五的剑 二十把左右 其他就是 叶王的剑 在所有的剑里面 就是以叶王国剑剑 作为精美 作为结伦 那么叶王国剑剑 它有什么显著特点 会比人们成为天下第一剑 那么叶王国剑剑 为什么它不是在叶帝发现 而是在楚国 江宁的一个贵州末藏当中发现 它到底是什么原因 流入楚国的呢 这些历史之谜 我下讲再给大家继续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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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